大家好,我是林氏碧孔医师 今天是4月7号,星期四 我今天想讲一个 昨天星期三 大家知道台湾疫情最近比较升温了 其实又随着升温又开始进入了 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已经有过一次了 可是吵不完 因为现在疫情又在升温 所以又陷入了同样的清零跟共存的 的争论 那我觉得像是政府单位的话 前一阵子多半就是阿中部长 或是苏贞昌院长会讲一些 可是我觉得总觉得好像没有讲得非常清楚 其实也很多人觉得没有讲清楚 是吧 那我其实前几天自己心里就有在想 我觉得好像蔡总统应该要出来说些话 总统就是这个时候要出来的 一锤定音 你不要都是阿中 然后还有行政院长在前面帮你挡子弹 不是总统在这种重大政策的方向是你要扛责任 防疫的政策 防疫的失败不是诚实中一个人 现在执政的是你 你要定出明确的方向 我其实心里就在想 应该要出来了吧 结果昨天真的出来了 那我先把结论讲在前面 我个人觉得蔡总统做得不错 我没有太大的批评 因为我这样讲 假如是我的话 我可能也无法讲得更好 我真的觉得那篇 那个结论 那个脸书发的那个全文 我觉得还不错 文章那个政策本身 我觉得算是讲够清楚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慢慢分析 那他主要提出来的其实就是 我们现在是这个重症求清零 现阶段防疫的策略目标 有些人就你要把现阶段的防疫策略 防疫目标讲清楚嘛 蔡总统跟你说 我们现在是重症要求清零 重症清零 有没有很熟悉 这是前一阵子 陈秀希老师有提过 所以我最近其实也十人押会 我有讲我们现在重症清零比较重要 你尽量让重症少 确诊案例本身 不要被那个数字吓到 重症少最重要 然后呢 有效管控轻症 轻症的处理也很重要 我跟大家说了 这个Omicron恐怖的是 他用轻症瘫痪你的医疗 这个之前也解释过嘛 好 然后呢 这个图表上写说 要现在是持续以减灾为目标 反而是减灾这两个字比较重要 你要注意灾是什么 灾是重症死亡 那以前的Delta 以前的病毒主要是 重症的人 插管的人 越来越多瘫痪医疗 这是一种瘫痪 可是大量的 没有处理好轻重症分流 的 轻症无症状病人 也是一种灾 香港上海 都是这样被击溃的 尽管加护病房的人 还没有那么多 所以这两个都是灾 所以他说持续以减灾为目标 而不是全面的清零 好 不是全面的清零 清零已经被打岔了 清零太不可 不可得了 就是实在是不太可能做到了 在Omicron目前 这个状况下 你看 上海已经做的这么的 以动态清零为目标 可是他们清成这样 当然上海也要继续观察 那他说 更不是放任病毒肆虐式的 与病毒共存 不是全面的清零 也不是放任病毒肆虐式的 与病毒共存 而是有效的疫情控管 可是这里 比较有争议的一句话 就是与病毒共存 一定是放任病毒肆虐式吗 当然不是 这个可能会 还是会被有一些人批评 他会说 全世界别的地方的共存 谁说一定是放任病毒肆虐 不一定 每一个国家有自己的做法 可是 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就是 现阶段看起来 就是 清零是不切实际的 短期内也不太可能达到 就如同我们去年五月 那个时候 一开始进社区 我们也觉得清零不切实际 当然后来我们不小心 轻轻轻轻轻到 他没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你在那个当下 你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是减灾 以后有没有机会再说 反正你现在先处理再说 所以 现在没有选择一边的问题 你假如要一切都以清零为目标 你会非常非常累 这样子 好 那共存需要渐进的达成 共存也不是说共存就共存 这大家也都同意嘛 所以这根本不是 清零或共存二选一的问题 不要吵了 那 那个 大家一定同意嘛 我们不可能现在就放任病毒肆虐 所以 你还是要有一定的管控 所以 我个人觉得这样说出来之后 现在最重要的是 重症要尽量少 有效的管控 轻症 然后 减灾可能是最中心的两个字 我个人觉得讲得非常清楚 没有在逃避任何事情 也没有在闪躲任何事情 有人在酸他说 你就是讲不出来我们要共存 我觉得这个完全陷入 你就是要 我觉得台湾好多议题都是这样 你就是要捅或读 选一边 吵翻天 吵了三四十年 你就是要 什么跟什么 就二元论嘛 然后两边就站成一片 清零跟共存 不是一定要选一边的问题 共存很明显是未来 大方向 这个病毒不可能消失的 你绝对是最后要跟他和平共处的 你要期待他完全从世界上消失 完全是吃人说梦吧 不太可能的 那所以你总要找到一个方式 不然你其实是没完没了 那 然后呢 这个 我个人觉得是很清楚 那好 重点其实就讲完了 那接下来我会慢慢的分析 蔡总统整个昨天到底讲了什么 然后 再看一些别的 像BBC今天有一篇报导 有写李秉宁老师跟黄丽敏老师 然后还有写我的观点 吓死我了 我刚刚在整理资料 在想他 BBC有一篇 怎么有我 吓死我了 然后还有陈其迈市长 其实昨天也有 应该是前天了 也有画一张图 我觉得他那个 也不错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要讲的东西好多 然后还有早上 庄人想想想 有在行政院院会后 报告了蛮多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次简报 把目前我们防疫的状况 未来的方向 比较细节的部分 都有说出来 因为小英讲的这个东西 其实只是大方向 很多人在下面说 好空洞根本不具体 废话他是主帅 你要他定什么具体的政策 当然就是委托指挥中心 接下来就 又用这个战略目标 我们继续去定政策 废话 那抢强今天就出来了 好 所以我今天有好多东西 要跟大家讲 好 我们先来看小英的脸书 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那 他说 这个 廉假后的第一个上班日 我要及了赖清德副总统 曾见人前副总统 苏贞昌院长 陈时中指挥官张上纯老师 周志浩副署长 对不起 他是署长 周志浩署长 把你降级了 不好意思 那是罗副 以及守护边境防疫的 郑文灿市长 陈其迈市长 召开防疫策略会议 大家深入交换意见 更达成了高度共识 我在这里先停一下 我知道有些人看到这里会觉得 有点大小眼 你怎么不找双北的市长 这里其实就有一点政治的话题 我一个很厌烦讨论政治 看到政治的人 我会觉得假如你可以找双北市长来 会更完美 因为毕竟双北是重中之重 这个防疫的重中之重 你不找他们很 说不过去 我个人觉得 假如能找他们 也让他们畅所欲言交换意见 大家邻居共识 会更完美 不然我觉得好像有一点 这里是政治的范围 我就不多讲 好 那接下来是重点了 我很想知道这到底是谁写的 因为我觉得很有道理 这整篇 我很怀疑是他原本的小编写的 因为我觉得应该是 我觉得搞不好是陈建仁老师 或是张批也有出意见 好 随着Omicron变种病毒株 持续在国际蔓延 国内疫情最近也有所变化 许多人都在问 台湾的防疫策略是什么 我们是要追求清零 还是要与病毒共存 病毒不断在变异 疫情不断在变化 我要感谢在不同纲位上的防疫英雄 两年多来不眠不休的努力 台湾的防疫任性也经过两年多来 全体国人的团结防疫下 有大幅度的提升 现在我们的疫苗覆盖率 第一剂超过83% 第二剂超过78% 第三剂也已经超过51% 最近有加速的倾向 面对Omicron病毒株 以轻症甚至无症状为主的快速传播模式 台湾的防疫策略应该持续于减灾为目标 而非全面的清零 更不是放任病毒肆虐式的与病毒共存 而是有效的疫情控管 我们现阶段所设定的目标 就是重症求清零 有效管控清症 苏院长好像常提一个新台湾模式 没办法 民进长执政很喜欢把台湾弄进来 我们的新台湾模式 就是透过积极防疫 稳健开放 兼顾国家经济发展与国民正常生活 为积极有效管控疫情 台湾的疫苗覆盖率 尤其是长辈的疫苗覆盖率 要持续提升 接下来这一段 我觉得每一句都很重要 我们的医疗量能 包括快筛试剂 抗病毒药物 准备 要持续增加 我们的检疫措施 像是隔离方式 要滚动检讨 疫调方式 要持续简化 以维持医疗体系的稳健运作 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段非常的重要 这一段每一个字 没有一句是废话 然后怎么会有人觉得这是空话 我觉得每一句话都具体的不得了啊 都是下一步 我们要每一步都做得好 我们才能真的好好的度过这个期末考 绝对不是只强调疫苗打起来 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那后面就比较是官话了 我们要强化台湾整体的防疫任性 让台湾能够面对不同阶段的疫情挑战 关于各项防疫措施 我也已经请指挥中心进一步完整向各界报告说明 这其实就是早上想想的那个行政院用会的报告 就是已经报告了一些蛮完整的部分 等一下会跟大家讲 那最后就是今年初我曾经说过 寻找兼顾防疫跟经济的新台湾模式 是今年重要的施政目标之一 两年多来台湾因为全民团结防疫 度过了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挑战 在迈向下一个阶段的路上 我希望全体国民继续团结防疫 守护台湾 一起让台湾更为强韧 我觉得 来我来讲我自己的意见 我个人真的觉得清楚多了 跟之前的几个长官的发言 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做到全面清零了 所以我们的重点目标就是减灾 清零不切实际 共存需要渐进达成 不是现在就直接共存 双手一摊就共存 完全不让不管 让他指数型上升 检查也不检查 匡列也不匡列 不可能 那你报了就跟韩 你现在就 就共存了 什么都不管了 入境 零天 好吗 打过疫苗就零天 让他进来 你就马上报 你就指数型上升了 那你就是韩国 或是香港 或是中间 我们的疫苗打得没有香港那么差 可是也没有韩国那么好 所以我们会看到了一个 韩国跟香港中间的死亡数 大概这样 然后指数型上升 不可能 我们不可能希望这样子 所以你一定要试着把它挡一挡 那这个跟等一下会提到的 陈其迈市长说的 flatten the curve 有关系 你不能瘫痪掉我们的医疗 然后你还要抢时间 你还要抢时间 让还没打疫苗的人 有时间去打 对 我们给他很多时间去打了 可是你国内没有 太严重的疫情 没有人开始死亡的时候 很老实的讲 他们就是不愿意出来 OK 所以你要争取时间 你都已经等了这么久 帮他们挡了这么久 没有差这一点时间 还是要抢时间让他们打 疫苗施打率 药物的准备 和民众持续的沟通 心重症分流如何 要做得顺畅 这全部都还要努力 都要做得很好 我们才可能软着陆的 那所以因此我觉得 以小英今天说的这个 减灾遏制 大家常住心中 现在的现阶段重点目标 是减灾 不是把这个病毒除掉 不是除恶物净 是减灾 用这个目标来思考 一切防疫政策 你自然会知道 防疫政策应该要如何拿捏调整 比方说 我想即将发生的事情是 即将要做出一个调整的 轻症可能可以在家疗养 那个新北准备要实行了 然后学校停课的政策 现在学校停课 全台湾很严重 那你这个一个两个人 然后全校去全部检查PCR 然后全部停课10到14天 这到底有没有意义 每一个题目 你都去想 我觉得重点就是 你会不会碰到太多 还没有打疫苗的老人家 那个活动 那个场域 假如不会的话 我觉得你就不需要 这么像过去两年清零的思维 去做那样的事情 你可以容许 一部分的 现在已经是以 轻症 扩无症状为主的感染 让它稍微有一定的传播 然后换取的是 我们可以正常 比较正常的过生活 那清零时代 累积下来 这两年多的思维 比方说 看到任何事情 任何政策 你都在找 这是不是我们的防疫破口 14天说到10天 会是怎么样 哇 你在家里隔离 你会不会传给邻居 会不会传给家人 然后 所有思维 就是在猎屋 抓战犯 是谁把这个病毒 是谁让疫情变严重的 是你这个县市守不好 嘲笑哪些县市病例多 然后说 大家陪他坐牢 我觉得这一些态度 都应该要扫尽历史的挥尽力了 虽然我知道 您得要选举了 难免 还是会有政治 政治跟防疫 是没有办法分的 以前有 现在有 未来也持续会有人 用这个来攻击 对手阵营 可是 我真的不希望这样 我们应该要团结 一起 度过这最后 希望这是期末考 而这个期末考 可能会很长 你不要看国外 Omicron来得好快 来得好快 去得好快 这不会发生在台湾的 等一下我就告诉大家 为什么 陈其脉跟 一炳 老师都有讲 我也完全同感 这是 这是一个 慢 比较长 中长期的战争 你不要期待 我们会像英国一样 来得快 去得快 其实老同学 应该知道 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一路以来 我们看了这么多 学长姐的考古题 现在其实也还在看 学长姐的考验 还没结束 你看英国 其实最近又上来了 日本一直维持在一个中度 也没有非常低的状况 还在看他们做得怎么样 我觉得 配合台湾自己的国情 还有我们的状况 我相信我们会走出一条 自己的路 顺利通过期末考 好 这是我自己的意见 那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个 BBC好了 的那一篇 BBC中文版 那今天 就是刚刚 大概四个小时前的一篇 新冠疫情升温 台湾中间地段防疫模式 面临的挑战 这是他的题目 他说 清明节假期刚过 每日新冠确诊人数 持续增加 然后 星期四 今天 4月7号又暴增到382例 是今年以来 单日确诊人数新高 有分析指出 台湾的Omicron疫情 才刚刚开始 政府一证实 全台社区存在 许多条传染链 那对于这个疫情 李秉颖主治医师认为 因为新冠疫苗施打率低等因素 台湾没有办法采用 新加坡或韩国的 与病毒共存模式 他说台湾采取的策略 是类共存 怎么又 这好像是昨天早上 在广播老师又发明的名词 类共存 可是我觉得 新名词可以修以 好 没关系 我们看老师讲什么 他说 一级 在清零和共存中的 一个中间地带 他解释说 台湾将处于这个 中间地带的时间 不会太短 过程也不会轻松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在 flatten a curve 所以你不会这么快到顶峰 你会把它的顶峰往后压 那会压到什么程度 就看我们的能耐 那假如你压得越下来 又压制这个感染 它时间其实会拖得越长 我在讲日本疫情的时候 应该有跟大家讲 其实我觉得日本 现在有一点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没有看到 它现在下来到非常低 它还是 低下阳性率还是30 东京 所以假如我们可以压 我们明显没有 日本流行的这么多 那你觉得我们这一波会 跟Omicron比较共存 维持低度感染的时间 会是多久 我觉得搞不好 两个月都不够 可能会更久 因为日本这一波是国力 1月1号开始之后 指数型上升 他们现在到4月7号了 已经整整三个月过去了 电风似乎是过了 可是它下来的蛮慢的 已经三个月了 我觉得台湾只会把它压得更平 的话 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有 长期抗战的准备 好 那再来 台湾现在是忍受低限度的传染 不忍受会冲垮医疗系统的确诊数 这个是陈其脉画的那个图 那再来 防疫下一段叫做防疫政策转变 那台湾新冠确诊数 在上周开始攀升 根据CDC公布的数据 近期1700个确诊病例中 有99.8%的轻症 约0.2%是重症 只有一人病逝 那重症多半是感染前便已经有慢性疾病的老人家 台湾民众似乎不再像去年5月中 本土疫情爆发那样惊恐 近日知名歌手张惠妹 在台北市举办多场演唱会 数万民众涌入会场 与歌手欢唱高歌 全台大型宗教场所观光地点 亦继续举行开放 那有一个台北松山区在娱乐产业工作的吴小姐 告诉BBC说 我现在不担心被Omicron感染 我想大家都一样 比较在意经济 我比较担心 我的股票会因为接下来的疫情赔钱 夸虎我帮他讲一句 他应该也比较担心确诊被匡列被隔离 然后疫调影响到全部做身边的人吧 我帮他说完他的心得 好 但面对确诊数迅速攀升 以及各界关注 那总统蔡英文 就是等人 举行防疫会议 会后他在脸书表示 这个政府跟医界 还有地方首长达成共识 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就不重复了 然后结果就提到我了 林氏毕医师在脸书发文解释说 当下防疫本来就是非清零或共存二选一的问题 清零不切实际 共存需要渐进达成 不可能双手一摊 完全不管让他指数型上升 然后就是我刚刚讲那段话 疫苗施打率 药物的准备和民众的沟通 轻重振分流 如何做得顺畅 都还要努力 那黄令明医师也向台媒表示 要达成减灾 最重要的两件事 这个其实老师讲了很久了 就是打疫苗跟准备药物 特别是药物一定要备齐 他说要让高风险族群在轻症时就能服用 因为这个药物本来就是这样的使用的 这个适应症 然后临床试验里就是这样做的 方能达到预防重症的效果 但以台湾目前的药量来看 减灾应该是不太够 李宾已认为现在确诊病例多半是轻症或无症状 容易引发民众过度放松 这个提醒也是很好吧 而台湾新一波疫情现在只是开端 本身活动范围广 活动力强的轻壮族群 感染后亦有可能将病毒传给老人家 你提到的阿妹的演唱会或其他活动 也是有年轻人回家后感染给长辈的风险 那下一段叫做疫苗接种为关键 台湾防疫政策正在悄悄变化 但有不少民众忧郁 台湾会不会在确诊数暴增后 陷入香港近日疫情失控的状况 许多长者感染后去世 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 病床遍布医院的门外 病人在寒风中排队等待医治 或是病人与遗体共处病房的惨况 那许多分析也同意 如果病毒扩散到长辈族群 对台湾医疗的考验将会很大 我完全同意 因此李平以认为以香港为借禁 住在老人院的安养机构的民众 疫苗接种率需要尽速加强 我不知道老人院我们现在打到多少了 他说台湾因为慢慢步向共存 也为了不伤害经济 所以对于大型演唱会或餐厅 以及观光地都没有禁止 那重点仍然是要继续推动疫苗 接种率上升 这是当务之急 那目前台湾是第一季超过83 第二季78 第三季51 那长者的话呢 这个是到3月7号的资料 他为什么要用3月7号 为什么不抓最新的 65到74岁 第一季是86.6 第二季82.5 第三季64.9 这个不错 我们65到74已经打得不错了 那75岁以上呢 第一季75.6 好 这是一个月前嘛 现在应该破77了 那第二季69.8 第三季51.4 与此对比 新加坡 新加坡 及南韩60岁以上的民众 新冠疫苗接种率 都高达95%以上 那针对台湾有医师或学者批评 为什么台湾演唱会可以照常举行 可是12岁以下的儿童 却不能施打疫苗 校外教学活动要停课或停班 那李比颖告诉BBC说 台湾还没有授权的疫苗可以给这个年龄阻打 那目前BNT还有莫德纳疫苗 是有12岁以下临床实验数据 那Novavax也临床实验正在进行中 那三月阿中有公布 暂时台湾不施打5到11岁儿童 原因是因为国际上对该族群的接种研究尚未齐全 而且台湾儿童确诊或重症案例不多 若未来有新资料出炉才会再开始讨论 那严慕勇老师也向媒体分析 新冠疫苗跟传统疫苗副作用表现不同 你要考量儿童自体免疫发育长远健康等影响 所以还需要审慎评估 他又说即便台湾完全解封 儿童施打新冠疫苗也需要慎重 好大概就这样 他最后有提到台湾也是有民众反对接种疫苗 好的大概这篇就是这样子 那我再来讲一下那个 陈吉迈在陈吉迈市长在4月5号的时候 他手绘了一张图 其实那张图就是flatten the curve 就是压平感染曲线 然后他画了一个横线 那叫做医疗量能能够承担的底线 所以你不要让这个感染一下子冲得太高 超过了我们医疗量能的底线 那就恐怖了 因为那个医疗崩溃的话 原来能救回来的人也救不回来 然后不只是新冠 你原本需要救命的一些 要到医院去诊疗的人也会被排挤 所以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医疗量能崩溃 所以三个重要的目前的重点 就是要一保存医疗量能 二降低死亡重症 三建立群体免疫 就是有打疫苗 然后也许低度的感染 也可以达成这件事 那所以现在就是在最大限度下 保持正常的生活跟经济活动 让社会运作不会受到剧烈的冲击 渐进式的共存 渐进式的共存 不是激烈的共存 有一些国家是被逼的激烈的共存 他们其实两年防疫也累了 反正就来吧 疫苗打够了就来吧 这样子快速的共存 你看英国很快速的 一个月就上到最高峰 然后慢慢下来 可是他们付出的代价就是 每天死亡到四千人 对不起到四百人 最高可以每天死亡四百人 然后就很快的下来 所以你还是得要疫调匡列 不能让确诊人数爆冲上升 超过医疗的负荷 那尽可能把确诊人数 压低在那条医疗体系 可以负荷的线之下 避免造成医疗崩溃 好 那所以陈其曼是说 Omicron病毒在台湾这个阶段 决定是要走这条路 指数型上升 还是要加紧让曲线往下压 让它能够很平和 慢慢的上升下降 那这个过渡期间我们能做什么 在这个渐进 走到最后走到共存中间能做什么 那就是一方面要大家赶快打疫苗 二方面还是希望要做疫调 把社区可能的病例找出来 尽量把确诊数目压到一定程度 让它缓升缓降 好就这样 这个是陈麦市长解释的 那最后今天的最后一段 我就把这个今天早上的行政院会后记者会 那个想想有报告一个几张powerpoint 我觉得其实很重要 他列出了一些比较 我觉得大家会关心的数字 那这个他说国内疫情风险上升 那国内最近这个本土近一周新增了 1163例 比前一周256例是显著的上升了 那境外一入其实随之也是明显上升 这一周是908例 上一周711例 增加了28% 那他这里还秀了一张PCR阳性率的图 我看这个好像不是7日平均 这个好像是单日单日的算 那这个可以跟我们去年5月的时候相比一下 那想想说这一周 最近一周 这个PCR裁减的阳性率是有在上升的 他说前一周是大概0.01到0.25% 那近一周大概0.11到0.57上下 那他列了一个4月4号大概是0.48% 就大概千分之4.8 这大概是全台湾 这是本土 那可是新北可能高一点点 那基隆低一点点 大概这样 我们前几天有分享过 然后那你可以想一下 看一下去年5月的数字 我们的PCR阳性率在去年5月15号最严重的时候 那一天阳性率是5.2% 100个就有5个确诊 那个是阳性率高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离那个高峰至少现在是十分之一 还没有非常严重 所以你要说台湾会就此就直接越来越多案例 然后爆发到去年 或是你只跟去年来说 其实在Omicron还算小屋 还算不严重 你看多半的国家 都会形成Omicron war 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Omicron的指数型上升 会超过之前台面确诊数的数倍 这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它传染力实在太强了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相对还是压得非常低的时候 不管是从绝对的确诊数 或是PCR阳性率的数字还是低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也不是不可能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然后完全不让它上去 因为毕竟很多地方疫调还在做 那可是我有看到一个现象是 有些地方疫调好像真的有点跟不上了 因为大家这两三天应该有发现 每次常常都会有 就是刚刚确诊还没做疫调 所以疫调未明 这几天我觉得那个数字好像越来越多 然后某些现次好像越来越多 有点跟不上的感觉 那当你疫调跟不上的时候 它当然有可能就这样出去了 我跟大家讲过 这个香港跟我们在这个过年之后的差别 我觉得就是香港疫调来不及 追不上那个速度 而追那个疫调真的很累 因为你知道Omicron是 大概三天就可以出去了 甚至两天 两三天 它其实就传出去了 它就可以一波两波往外传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放 当然也是有风险的 谁知道我们一定可以压在一个 我们希望的范围 不一定啊 我们 对啊 因为这个病毒就是 它真的不受控在某一个 传进一个不该传的地方的话 它就指数型上升 它就一句不回头了 当然有可能 那没有说台湾一定压得住 或压不住的 不一定 我觉得都有可能 好 那接下来是会讲 有几章就讲 所刚刚讲的 重症清零 轻症有效控管 要怎么做到呢 好 第一个就是轻重症要分流 轻症送加强版集检所 或是防疫旅馆 这是现行 现行的政策 那假如是高龄或是中重症 那就送医院 那机场社区本来就有在分流了 机场落地裁检阳性 是送加强版的集检所 那社区确诊病例 尽量就地收治 就是不要 不要到别的县市去 原则上希望这样 那收治原则就是 在地隔离跟收治 那这个生活可治理 然后65岁以下的 无症状或轻症确诊的人 这个包含落地裁检的人 然后尽量都以收治 加强版集中检疫所 或是防疫旅馆为原则 那专则病房 加强版集检所 或防疫旅馆 均以两人一次收治 不限家人 同住或同行者 这样子 这又是准备备战了 我怕那个空间不够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 要准备定定这个 居家收治事半指引 就是居家收治 日本的名词叫做 自宅疗养 反正就是轻症在家的意思 那包括无症状 或是轻症确诊者的定义 然后哪一些人适合 在居家照护 那居家照护 要什么环境才适合 你假如家里 比方说有很多人 可能会想说 是不是一定要有 独立未遇才适合 然后同住家人 需要注意什么 的注意事项 社区生活协处模式 还有远距医疗 因为你可能需要 他需要的话 你要跟他远距医疗 甚至是后送 所有的SOP 都要建立清楚 好这个我想 接下来就会订出来 然后新北因为 最近案例比较多 那个收治已经 所有的空间比较紧绷 所以新北可能会开始 试行 我原来其实有点担心 地方单位会不会无法接受 可是好像是昨天还前天 前天吗 那个侯友宇市长自己喊出 说 觉得也应该要启动这个了 居家收治 然后希望中央赶快定出 定出这个原则来 定出SOP来 所以好像现在很顺理成章 就要做这件事了 这件事大家真的 真的居家 不要太担心这件事 然后那个国外早就都 几乎是靠这个 撑过这一次的疫情的 那我今天在有话好说 有比较详细的说一下 日本是怎么做 应该是说东京是怎么做的 然后今天的脸书 有比较详细的整理 新加坡怎么样的人 适合居家收治的计划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居家收治 我们等到它的这个 事半指引出来 我们再详细的讲好了 现在先不要讲太多了 因为它有非常多细节 可能需要注意 今天有话好说 也有提到这个 大家可以去看 好那再来是讲 我们这个社区疫情控制 它接下来要怎么样控制 那这里有讲到 我们的检验量能的问题 因为大家应该有点好奇 我们这个目前PCR的 这个检查量能 大概是多少 我们去年五月 刚刚疫情发生的时候 全台湾的检查量能 大概才两万吧 今天这个罗傅有回答 后来很快的在一个月内提升到八万 一天可以做八万 然后后来就慢慢提升 那到现在 今天部长好像记者会 一开始回答十四万 可是罗傅就说 十四万大概已经是年初的数字了 现在量能全开的话 他说大概可以到十九万四千 接近二十万件 一天 这个PCR目前有二十 两百五十家指定检验机构 那这个数字应该还没有考虑 持化方式 就是pooling 没考虑这个 你假如在有一些检查 是用持化来做 比方说一比五或一比十的话 那你会从这个量能 再往上扩充 比方说你就用一比十 其中的五万件 五万件PCR 你给他一比十 他可以用在各种地方 比方说一个社区的 很快的筛检 或是整个医院 医院在疫情期间 比较流行的时候 也许他就每一个礼拜 就做两次PCR 全院的PCR 用持化的方式做 类似这样子 那你其中五万件 等于就是可以做五十万次 那你这样量能 就是瞬间就可以到 一天六十几万了 是这个意思 好那另外呢 那罗傅今天有提到 接下来有可能会 部分的检查 以快筛来取代 毕竟快筛有他的 比较可净性 然后家用快筛 大家也可以自己做 基隆现在正在事办这件事 大家记得 那基隆这几天 好像就陆续已经有人回报 回报快筛阳性 那后续他再去做PCR 目前看到的这个 未阳性率好像还好 好像大概 就是阳性 然后真的是阳性的 这个叫做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PPV 就是你检测阳性 后来证实这个人 真的是阳性的话 我看好像有超过八成吧 还不错 那所以 可以多抓到一些案例 这样 所以有一部分 可能就不要所有做PCR 在比较严重的社区 或是有症状的时候 用快筛来取代 类似这样子 然后另外还是 就是你在医院 长照机构 入院探病 陪病可能需要 因为这都是比较重要的单位 都需要筛检 这个去年5月开始 其实那一阵子就是这样 那从业人员要快筛监测 那广涉社区的筛检站 那在全台21县市621家诊所 配置公费的家用快筛 那配合民众的居家快筛 那配合企业的自主快筛 等等的 就是这些尽量可以 多捞一些案例 及时阻止病毒的传播的 这样子的部署 好再来 他说社区疫情控制 要做到接下来的 这个目标是 精简疫调 就疫调不要再做那么详细了 滚动检讨隔离措施 这方面要怎么做 那精简疫调 适度匡列是说 持续疫情调查 医疗还是要做 那可是不对密切接触者外的 对象过度的扩大管制 那这应该蛮清楚了 所以大概不会有那种 全校一人 然后就全部停课14天 就不符合目前的整个目标了 好那4月6号起 已经放宽这个居家隔离的措施 原则是一人一室 那同户可以居家隔离 那清销可以共用卫浴 以前规定不能嘛 所以我今天有分享东京 东京其实也没有说 你居家疗养的时候 一定要有单独的独立卫浴 他说你跟家人可以共用浴室 可是就是病人要最后洗澡 最后用 然后最后当然要做一些 清销的动作等等的 东京是这样规定的 当然我们可能有 我们自己的规定 这个就让这个主管单位 再去伤脑筋 我觉得城市跟乡下 可能又不太一样 然后要加强卫教跟清销 等等的 那他这里还有附一个图 台湾这个目前整个北区 这个3月26号到4月5号 居家隔离的人数 4月5号已经升高到 1万8千人了 1万8 那台北就光光台北 就已经1万1了 真的是蛮多的 以后假如确诊者开始 开始也可以在家里 就是诊疗的话 那整个量又会更高 好那再来是民众也要自主应变 就其实就是 阿中其实常常讲的 就是机关团体 或是民众自己 都要有 比方说确诊 或是健康有风吹草动 就要去快筛 或怎么样的事情 那接下来有一些数字 我觉得大家会关心的 我们的医疗量能物资 整备的如何 首先有一个不错的东西 他说我们储备 药物的储备规划 希望能储备人口的3% 那所以台湾是2300万人 所以大概就是69万个疗程 黄丽敏老师之前好像讲10% 现在3% 那可是我们现在整备了多少 主要抗病毒药物就是三种 注射的瑞德西韦 这个我们目前有一万六千份 我记得阿中说订单上好像还有个 六七万 我有点忘了 还没来 可目前手上有一万六千份 那辉瑞跟这个默克的口服药物 Paxlovet跟Monopreneville 各自我们订单上辉瑞是两万五千份 然后默克是五千份 那我之前 对不起是两万份 两万跟五千 所以总共两万五千份口服药 那目前其实只到货部分 然后那个辉瑞 四千六百九十九人份 然后默克是三千零一十五份 所以还有蛮多还没有到货的 那部长有说最近还会再去 恰够新的订单 那会持续增购这个口服抗病毒药物 并积极了解 是不是有别的潜力新药 比方说日本最近有一个新药 好像还蛮有希望的 好 另外就是也把这个病床 中央集检所 地方加强型防疫旅馆 一般防疫旅馆等等的 这个量能 现在的空床数 空床率都整理出来 这个我就不念了 因为这个数字一定会一直变动的 大家其实 我想现在从现在开始 每次中央的记者 大概都会公布这个空床率 大概是多少 那我们现在这个追加剂 是打到51.01% 破了51了 那可惜这其实已经到了符合接种间隔 因为我们规定是第二季以后的 忽然脑子打结 三个月之后可以打嘛 12周 所以符合接种资格者 其实75%已经打了追加剂 已经打了第三季了 其实也蛮高的 好 那今天这个想象的报告 有几个结论 就是因应国内奥米孔社区疫情的传播 防疫进入减灾的阶段 那summary一下 持续延管边境并检讨检疫的作为 适量能逐步放宽管制 你看 他还有机会继续减 753 看状况吧 那再来 确诊者要明确分流 有效管理 延缓社区的疫情传播 及时在地收治 避免发生重症 那第三个是弹性多元的筛检 及早找出传播链 滚动检讨防疫措施 以迈向正常生活 那第四个是 这个 要让民众可以自主防疫 还有快速应变 公司其实也是嘛 持续推动接种 以提高国人自我保护力 那最后是 持续医疗应变的准备 快速启动并调节量能 充裕物资 保全人力 那最后一句就是 启动新台湾模式 积极防疫 稳健开放 兼顾国家经济发展 跟国民的正常生活 好 结束了 我觉得今天公布的这个 都忘记讲了这个简报的新 这个简报第一页的名字 强强报告的这个叫做 新冠疫情现况及防疫新模式 就跟大家 我觉得这个简报蛮重要的 这规划出我们未来的蓝图 那最后说一下 昨天送检 总共送了四万八千个 前几天 过年 不是过年 廉价期间之后 他原来最少有少到两万 两万一千例 后来两万五三万 那昨天特多 就是过放完假 然后整个检查量 能送检整个起来 冲到快五万 所以也造成了今天案例这么多 那可是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 那个 这个就继续看吧 今天最后讲一个事情 很多人其实 很多记者在问我 台湾有可能最高的案例 可能会冲到多高 虽然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 其实未必有那么重要 因为确诊数本身 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了 那可是当然很多人 还是因为这个每天的确诊数 会非常的 嗯 轻惊胆战 那我跟大家讲一个算法 我先跟你讲一个最差的剧本 好吗 可是虽然我不觉得这件事会发生 可是我给你一个心理准备而已 因为你台面上确诊 可以冲到多高 这跟你这个国家PCR检查的量能有关 还有你在哪一些人身上检查 匡列的够不够多 还有你会不会把快筛 直接也当做确诊 这个是定义的问题 因为我们目前多半的国家 在这次Omicron之前 检查量能还够的时候 通常就是快筛 不能当黄金标准 那你快筛完一定要再做PCR才能确诊 可是像是香港 像是韩国 他们最近就因为 哎呀这个实在国内大流行了 那在这种状况下 快筛其实算蛮准确的 所以因此他们快筛阳也算阳性 其实英国也有嘛 也是有跟我们分享过嘛 有些快筛阳就不用做PCR了 就直接开始防疫作为了 所以这跟你的国家会不会采取大量 因为快筛就比较没有门槛了 可以大量做 但假如有些国家没有把这个列入确诊的定义 那当然可能你台面上确诊就不会这么多 可是当你这个PCR量能已经崩到极点 那你接下来会看到的就是 PCR阳性率会一直往上升 因为就是你没有办法所有人都去受减 然后就变成冰山的一角 PCR就很高很高阳性率 像这一次我用东京的例子来跟大家讲 东京这一次2月中Omicron最严重的时候 阳性率曾经到40% 每10个就有4个阳性 那是非常高的 现在其实也还30 40多 那假如台湾很不幸到了 跟就是日本这两个月流行的这种程度的话 我们就用阳性率40%来算的话 我们刚刚说我们每天可以验20万最多 虽然我觉得全部全力启动到20万 大概大家也疯了 好 我没有考虑迟化了 可是我们就大概这样算一下 你就20万乘以40% 那叫8万人 每天确诊8万 我个人觉得大概不太容易看到 因为台湾会用各种方式压 我觉得我们大概每天一千五两千 虽然 虽然不会 国家不会 就是比方说又升级或是怎么样 可是难免可能 民众还是会多少会 自己又采取怎么样的行动 自己又躲在家里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不至于像国外一样冲到这样 可是我跟你讲 就以我们的检查量能这个数字 然后用阳性率随便大概估算一下 我觉得8万已经到顶了 不太容易再看到一天超过8万以上的数字 我其实是给大家打预防针 这当然也不是什么精准的预测 大家参考就好 那我当然也不希望真的看到8万 因为真的看到8万的时候应该是非常严峻的挑战 那大概是社区盛行率已经高到不行了 那时候一定非常可能 他已经社区流行到老人家一定也可能都已经受到感染了 那绝对不是好事 所以我觉得希望不要不至于到那个状况 然后假如随着社区有一些疫情造成一些死亡 我相信有一些铁板一块还是不愿意打真的 打疫苗的铁板民众应该会出来打的 你假如疫情压得很好 他们真的也无法出来打 这没办法 这是现实 讲破嘴也没有用 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就说这一集很长吧 因为我好多东西想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蕭敏问我说 现在的情况还要做非常详细的足迹疫调吗 是不是应该确诊者有待30分钟以上 有拿下口罩的地方才公布比较好 以免大家眼花缭乱 反而漏掉重要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建议 可是甚至真的比较多的时候 就是连疫调可能都不需要 就是足迹不需要公布了 因为到处都是足迹 可是当然 每个县市可能状况不一样 比较严重的地方 那么多足迹 其实大家也可能不会 这么好好的看 所以我觉得与其公布足迹 你就发细胞简讯就好了 比较精准对不对 那当然你每发的那些足迹 其实也都是疫调人员的心血 可是花了那么多力气做那些 是不是可以把力气发在别的上面 这也是一种想法 我觉得这个每个县市滚动 是调整就好了 那有蔡佩怡说 第一标是新加坡 新加坡疫苗覆盖率高 是因为第二剂打完一定时间后 如果没打第三剂就不算完整接种 OK 这是完整接种的定义 那政策关系 没有完整接种者的生活会很不方便 例如没有办法进入超市商场 这个现在好像有人在想这件事 对不对 现在其实已经做的就是 好像是去那种 比较深色场所需要打完三剂 这是我们最近启动的 原本是两剂 那这次因为又有深色场所 基隆那边 今天高雄也有 就也出现有案例 所以就应该是上礼拜已经开始 有三剂打完才可以进去这些场所 那安装部好像有松口说 未来有可能这样的场所会越来越多 这样子 这个引起某一些人的反感 这个难免的 因为我之前也分享过 因为现在其实三剂不能防感染 应该是说三剂又怎么样 还是可能突破性感染 虽然打完三剂 一开始保护率有六七十percent 防有症状感染 可是然后就消退 那所以你只用有没有打疫苗 就这样限制人民自由 学理上他们可以不买单 OK 好 可是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 这些其实根本就是 希望你打疫苗的手段 那其实谁约不可 因为比方说 我这样解释 他还是为了防重症 像出入深色场所 然后有些深色场所 是比较年长者出入的 所以他当然希望你 万一被传染之后 不要重症 所以我们不能防感染 是一回事 可是这个政策非常明确 我们就是不希望你重症 所以希望你打完三剂疫苗再进来 我觉得 方会恐说 儿童免疫低下的特殊疾病 应该可以考虑是否要施打疫苗了 不需要全都打 这个我同意 在儿童的那一集我有讲 而且现在应该就可以开始打了 只是 比较麻烦的就是 BNT疫苗台湾一时用完了 那莫德纳在儿童还没有拿到 适应证 青少年有了 我们青少年也过了莫德纳 可是12岁以下 莫德纳目前还没拿到 当然最近他们送FDA了 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这个时间的问题吧 我觉得应该快过了 好 Jerry Lowe说 想请问台湾是否需要更严格的社交距离政策 因为即使是与病毒共存的新加坡和韩国 疫情期间都有严格的社交距离政策 比方说禁止两人以上聚餐 维持正常生活情况下 真的能够flatten the curve吗 好问题 可是这些东西我其实都没有很好的答案 因为每个国家其实做法都不一样 像比方说 日本 日本其实他一直 他后来 他后来其实都蛮佛心的 他其实就是指让这个餐厅营业到10点或11点 有时候好像有到8点吧 因为日本是对他们的感染途径 就是发现这个是晚上去应酬 应酬喝酒的这一些行为 所以跟防疫可能有关 所以他们管那个 似乎就可以达到蛮不错的效果 那我看韩国之前 现在陆续放宽了嘛 韩国就是从四个人聚会 六个人聚会等等 然后到11点 餐厅营业时间等等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社会 要根据自己的状况来决定 那这个我也没有很好答案 可是我觉得反正就是 你就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 以破口来思考了嘛 总之你就是减害 所以你就是 比方说你假如决定 我们就营业到11点就好 你看也没有让餐厅就不营业了 对吧 然后你搁在两个人才能聚餐 或是四个人才能聚餐 其实那都是一刀割 然后看还可以容忍 多少感染的问题嘛 那我觉得假如接下来 不如我们预期中的 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 也许我们也会稍微退后 比方说我们就限制 用餐的人数等等 我当然都有可能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新加坡去年9月 刚刚Delta让它 比较放进来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有过挣扎 我记得小朋友还停 整个停课了两周什么的 就类似这样 这中间当然有可能 不会一切顺利 如我们所想的 这样下去 我觉得真的就好 Luke说 我希望能尽快确立在家治疗的SOP 还有跟在家治疗的后援 另外要善用家庭医生跟电话问诊 对 可能还要线上问诊 台湾其实这个有一部分的 在远距医疗方面 就是已经经营很久的一些团队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可以派上用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林氏壁孔医师的 新冠病毒讨论会 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 喜欢的话 欢迎你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 或是在Apple Podcast上面 留下评价 后也可以留言 五星好像每天都可以留 希望大家当我的总子教师 推广正确的新冠卫教 以科学防疫 不要只以恐惧防疫 行有余虑的话 欢迎您赞助 林氏壁孔医师喝杯咖啡 让我可以在这个纷乱的时代 继续分享知识 努力做正确的新冠相关卫教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 孔医师分享的新冠疫情相关资讯 或是临时必发的日本旅游资讯 欢迎你加入 脸书上的日本自助旅游中读者 粉丝专页 那或是我也有LINE的官方账号 或是Telegram 那这些连结都在Podcast的前面的 我的电子名片里面 可以在一个页面就看到 我所有的发声管道 都欢迎您加入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